嗯 今天开始了 吃饭沙拉 刚已经吃了一点了 还有一点 是这样的 为啥买两大沙拉呢 因为这个现在 这边的这个 怎么说呢 那个 以前常吃的这个南瓜 现在有点缺货 所以我就转而多吃点蔬菜 然后再就是这个 肉的部分是牛肉 然后12%的牛肉 然后以及今天还加了一个鸭蛋 在里面 除了鸭蛋里面 还吃这个就是鱼 就是三文鱼熏制的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这样一盒 这个 嗯 那叫什么呢 这个是那个菠萝 对 就是今天就是吃这些东西 然后今天想聊什么呢 我想了一下 我其实我觉得 这个 这个 就把这个之前 没有讲的特别清晰的这个东西 然后又重新讲一下 就是这个儒世道这块 他们这个到底的这个区别点是什么 我一直其实都想了很长时间 我就在想 因为 其实我在我这儿 嗯 就是说儒家的这个思想的话 其实讲的比较少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在讲一些 比如说道德经呀 或者说讲一些这种佛经呀之类的 但是对于儒家的这个思想 讲的我觉得是相对比较少的 嗯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我就想干脆就把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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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儒家了 就把这个儒家的这种思想 就是说这种孔子呀 这个体系的这个思想里边这个核心 然后我看他们能讲出来 当时我是看了很多东西 一直在想他的那个真正就是说 他这个比方说什么大学啊 很多这些什么 就是很多那些以前学的这些东西 就是他真正真正哪些东西 是他那个思想里边最最核心的东西 所以说最后才发现这个抽到最后就是说 之前我写的那个文章就是说 抽到最后就是用一个考试的形式来对比 这三者之间的这个差异 这个考试的形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有这样一张试卷啊 有一张试卷 然后上面表有十道题 那在这十道题里边的话 如果有一个学生 然后他就叫做这个 他比方说他是儒家啊 或者叫他儒也行 对啊 然后他的这个打题这个方法就比较有意思 他是这样 他呢一上来以后他就会找那个题里边得分 就是分数最高的那个题 他从那个题开始做 然后他一直要把那个就是分数最高的题做出来 然后才会做分数次高的题 就是说只这样的话一个一个有方法做 而且他是不会说好像 就是常见的可能你做题你会跳着做 但是他不会这样 一个真正用儒家这个思想的指导的人 他就是从最上面开始 从最高得分那个地方开始 然后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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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做 就是这么一个 如果是按照这样的方法来打题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按照儒家的这种思想来运作了 至于这个题以及这个东西能够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的话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在你的生活里边用 但这个道理是这样的道理 就是这个是我觉得儒家思想里面最核心的东西 这个就肯定所谓的什么人啊什么这些东西 最后就话归话归到就是说 因为那些东西其实很多人现在已经不用了 什么君臣啊什么这些东西 但是你如果把他这些东西全部抽象出来 最后进入出来就是这么一个体系 就是你做题 你把你这个东西想好 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题 然后接着从那个地方开始 对这个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对今天把这个东西稍微讲一下 然后在与之同样的一个场景里面 然后道家的思想它是怎么样的 道家的话思想是这样 就是道家的话是说他这个题啊 就是刚刚说了有十道题 随意的他随意的选了几道做 然后有的题他可能就做的写的很多 然后他就写比方说这个题要求你这样把这个题答了 然后他结果他在那个题下面写了十种方法 对他有十种不同的方法去解了同样一道题 同时的话另外还有一道题 他可能就随便写了几个字 简简单单的写了 还有甚至有些题可能是空着的 对就是说他是按照这样一种方法来打题的 嗯就是一个道家的 如果说就是说真正理解道家的话 他的那个操作会是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操作 嗯然后再说一下这个 就是这种所谓的这个是或者叫佛教 或者佛就是说所谓的这种释迦摩尼 或者整个这样一套佛经的这个体系里面 最最核心的点 如果说抽象出来的话 那么放在这样一个场景里面是什么样的场景呢 就是说他嗯他就直接拿到这个题看了 然后直接交卷 然后他就得了100分 对就是这个就是佛经或者说他的里面思想的核心 就是以前他可以对任何一个结果进行自己想要的各种变化 对他这个就是所谓的如来之境 这个所谓100分 这个怎么来的 就是如来之境这样的一种内在的核心 如果说能够做到这样一点 就可以隐身一下 就比方说可能观音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什么修行的人 他可能就得嗯 大家先自己先想办法得个10分 然后剩下的分数他就可能 就是说他可能比如说做了一道题 然后达了10分的题 然后接着剩下的他就达了100分 然后就剩下的交白居然上都得了100分 然后可能有些人就是要达到70分的题 然后剩下的再讲卷 然后他得了100分 对就虽然是这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想法吧 然后这个就是对那个东西的一个 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场景里边 佛经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理解了这个佛教的这种思想的根源以后 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然后最后再说一下就大部分 就大部分人可能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大部分人是我上来可能我先看到这个题 然后我看到这个题以后我就从得分最高的那个题开始 就和刚才一开始提到的那个情况是一样 他从一开始那个题得分最高的那个就是类似儒家的那种得分最高的那个题开始做 然后做了这道题 他发现卡住了 做的做不下去了 他不会做 怎么办呢 他就跳到下一个题 对这时候他会跳到下一个题 然后可能跳一个简单一点 反正就是他能做的题 他会换其他的题再做 然后如果说还不会做 那么有可能比方说多项选择题 那么这时候他才取的方法就是说 我就直接就是说给个蒙一个 然后就给个C 对就直接填个C上去 比如说ABCD 那就选个C 对 如果说一个填空题的话 那他就在那个上面在这个题杆上这样看一看 然后最后就说他可能题目里边说的这个意思 我就把这个题杆里边一部分放到他那个填空的那个答案里边 如果是问答题 如果问答题 那么他就想 我这个这个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题 好那我之前我有背一个什么模板 然后我就往上面套 套在这个题上面 然后把那个答案这样子 按照这个题里边那个内容把它写出来 对 这个就是问答题的一个操作的思路 然后接着到最后 最后在交卷的时候 在零交卷 这个时候他就会突然发现 好像我的这个试卷上名字忘写了 对 他就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 对 所以说这个就是刚说的这几种这个不同类思想的差异 我可以再简单说一下 就是一开始是儒家 一定要按顺序打题 然后先从高的再打低 然后那个到家 到家的话他就会随意去打题 然后有多有少 他可能有些题就跳 有些题答的很多 有些题答的很少 他随意去选了一些题答 然后最后呢 这个佛经 这边是他 就直接交白卷 然后就得了满分 对 然后最后 再最后一个例子 就是大波数人的情况 就是我刚说这种讲的 就不再重复了 对这个就是 我想了很长时间以后 就把所有东西码在一起放 然后把他们这个核心的这个差异连 就今天不讲这个共性 而是讲他们这个差异连 要说共性的话 其实就是我刚说的这个场景 就是大家都在打题 对 就是这样子 今天就讲这么多 好 拜拜